各位,在我们跟从主的道路中,常有很多拉扯我们的事 今天,主的话叫我们要好好酌量 既然我们要跟从主,那全心全意跟从的人才能得着主全然的祝福 但那半心半意跟随的只能得赐好 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4章25节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第三十三节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提到跟从主,所要付上的代价 当然,救恩是免费赐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领受了神白白的救赎恩典后 理当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跟从神 因神也是用他全部的生命来拯救我们的 并且,若不是神的拯救,我们仍是死的状态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也当全然伪生于神的 那耶稣所说的,要做他门徒的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爱三样东西过于神 那三样分别是 人际关系,自我和财物 这三样也是常叫信徒远离主的理由 换言之,这三方面是信徒很容易掉入的陷阱和捆绑 我们看第一个陷阱 人际关系,尤其是亲情 试问,我们的内心到底是注重神,还是更重视人呢? 我们是否很容易就因人的脸色或要求 而妥协了与神有关的事呢? 也许是我们不信主的家人或是我们的老板 他们给我们一些压力 使我们就不那么认真的跟从神 或是我们想花多一点时间陪家人、孩子 以致我们失去与神的亲密 有时甚至因为我们怕得罪我们所爱的人 所以我们不敢向他们传福音 也不敢向他们表明我们信仰的立场 各位,神赐我们人际关系 是来帮补和祝福我们的 但是,当我们怕人多过敬畏神 重视人过于神时 就本末导致了 我们反而会因人际而疏远主恩 同时,我们的妥协 更是会让我们身边的人认为 基督是无关紧要 轻易就该放弃的 以致他们不会认真考虑接纳基督福音 这变成了双输局面了 所以耶稣说 若不爱主胜过你最亲的人 不配做主的门徒 另外,第二个我们要提防的陷阱 就是自我 耶稣也说 若不爱主胜过你自己的性命 也不配做主的门徒 耶稣吩咐门徒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我们想到十字架时 会联想到一个漫长又痛苦的死亡 同样的 基督徒是被呼召 天天向自己的罪性和老我死去的 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我们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摆脱罪性的 我们都喜欢与耶稣一同复活 但是若没有死过 又怎能复活呢 但是各位 死并不代表就要把我们的挚爱 家人 亲情 事业 金钱等都丢掉 抛开 乃是将他们交托给主 让主来掌管 引导 使用 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管理这一切 或是用他们 只来满足自己 我们要开始否认自己 才能进到基督里的新生命 新祝福里 第三 我们也要提防财物的陷阱 耶稣说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一切所有的 指的是人的物质财物 借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 我们学习到 神赐人物质财物 是为了叫人信任神 会按时封印我们的需要 也要我们按神的旨意 来使用神所赐我们的物质 所以上帝赐以色列人 玛纳时 吩咐他们只可取自己 一天所需的 当以色列人不听 反而多取来保存时 隔天就变臭了 这玛纳就好比神也赐 今日的信徒各种物质财物 为了叫我们信任他 也做神好管家 但是当我们注重基存财物 而从中得到保障时 我们与神的信任就破裂了 那原本是为了辅助我们的 祝福我们的财物 反而成为我们远离主的因素了 当然如果我们暂时 没有具体可以花费的地方 我们是可以积蓄 可是一旦神感动我们 要把财物用在某方面 或是某个施工 过来帮助某人时 我们应当顺服主 而非只想把财物 用在自己的身上 那各位 如果你听到这里 觉得跟从主太难了 你不想走这条路 那你要问更重要的 另一个问题 就是 你负担得起 不跟从耶稣的代价吗 当你面对罪和其后果 就是死亡 咒诅 地狱的真实性 面对魔鬼和其计谋的真实性 面对试探 面对你自己 无法自救的现实时 你真承担得起 拒绝耶稣的救恩 和帮助的代价吗 没错 若要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是要付出代价 但我们若拒绝耶稣 所要付的代价就更大了 弟兄姐妹 主是愿意祝福我们的 但耶稣也要我们全心跟从他 以致我们能得上好的福分 而容易夺走我们跟从主的心的三大因素 就是人际关系 自我和财物 其实 这三样本身不是罪 但若我们不好好管理 他们也可以成为叫我们远离主的陷阱 盼望我们都小心 不要让自己掉入陷阱和捆放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